郵輪名勝世界一號 在28號從基隆出海 並在30號抵達世界佐世堡 船上搭載2000多名旅客 不過途中卻發生差距 國民黨立委葉元芝 29號傍晚在臉書PO文 指出他的同學仍在郵輪上 但全船停電失去動力漂流在太平洋 不確定能不能抵達日本 還開玩笑的說是誰把松鼠帶上船 似乎在諷刺台電 曾以松鼠誤觸高壓電為由 造成斷電 全船沒有動力 漂浮在太平洋上 當時我就蠻緊張 所以有聯繫航港局 那後來我們了解 停電大概停了四個小時左右 不過航港局回應 當時第一時間已經啟動 船舶備用電源 郵輪仍然有動力 沒有影響航行安全 郵輪公司官方臉書 更是發文強調三次沒有漂流 也提醒公眾人物 要核實真相在發言 避免製造恐慌 這條船目前來講的話 它還是按照正常的狀況在行駛 那我早上最新的消息 它已經在接近日本當中 大家都很沉著很冷靜 坐在大廳滑手機 然後等待赴電 晚上晚餐有加碼 然後也加碼做了免費的消夜提供 還有免費的軟影 跟紅白酒的無線倡移 那因為停電嘛 所以就Wi-Fi 昨天是有暫時的失靈 那我們對已經購買Wi-Fi的旅客 我們也會退回一天的Wi-Fi的費用 郵輪公司也致歉表示 原本預計30號上午8點 抵達日本佐世堡 會延後三個小時抵達 而航港局則強調 會持續關注郵輪的動態 等到船回到基隆港後 會再仔細檢查 確保之後的航行安全 TVBS新聞 劉欣奎 陳家彤 基隆採訪報導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堂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